1點2節 主要講監管當局 監管當局 這裡有一幅圖 我們看了香港證券及期貨市場 主要一些政府的參與者 最頂就有行政長官 下面有律政司 政務司 財政司 下面有不同的政府官員 譬如有廉政公署 申訴專員之類 金管局就在財政司下方 下面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下面有兩個常任秘書長 下面有一大堆副秘書長 行政長官對證監會有幾方面的權力 首先可以委任證監會的主席 副主席 行政總裁和董事 他可以有權霸免政監會任何董事 即是他覺得哪個董事做得不好 他有權力可以罷免他的 他可以離定董事任職的條款 還有他可以向政監會發出一個書面的指示 審批每年的收支預算 不過有時候他會交給財政司 然後再提交給立法會 至於財政司司長對證監會的權力有幾方面 他有一個叫全部有效的權力 他可以要求證監會提供一些資料 財政司司長對證監會提交給立法會 還有他可以委任一些審查員 證監會的審查員可以提供一些意見 告訴證監會這個應不應該做審查員 香港的金融監管機構主要有分成幾大類的 首先有金管局、保險業監管局、職金局、金融業貿易場、公司註冊署署長 證監會和金管局的聯繫 主要都跟銀行監督有關 在下面主要就跟證監及期貨條例和銀行業條例去看 一些認可的財務機構主要包括了一些銀行 譬如他有做一些證監會受規管的活動 譬如現在銀行很多時候都會的 譬如銀行你可以經過銀行買股票、買基金 這些都需要得到證監會的註冊 要拿回證監會的牌照 金管局會應用證監會的準則 譬如適當人選等 都會加在銀行職員上高 假設如果有市員對證監會有些規管活動 不良手法 譬如有些銀行職員他們這樣做的話會怎樣呢 首先HKMA 他又會把個案提交給證監會 證監會拿去之後 他會跟銀行去看 首先他會直接覆核那間機構 直接去查回銀行 你有沒有做過一些違規的事 他可以暫時吊銷或撤銷機構的註冊 他可以發表一些譴責 收罰款 甚至把相關的僱員除牌都可以 第二個就是保險業監管局 這個是根據保險業條例來成立的 在財政和運作上都獨立於政府的他們 他可以向保險中間發牌 監察或調查 他從事不當行為受規管的人士 私家罰款 罰款最多是 譬如他賺到的錢或避免損失的三倍 最高就是一千萬 例如譬如他做了不當行為 他在那裡賺了一百萬 以為就可能罰三百萬 下一個就是積金局 積金局都是註冊一些強積金的計劃 他會核准匯集一些投資的基金 以及他的資金局都會監督計劃 以及匯集他的投資基金 他有時候都會監督那些產品 譬如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去看他的產品 究竟你是否遵守強積金的條例 對於違反條例 進行一些調查 他都會審批受託人 以及一些規管的活動 他會處理一些投訴 當然如果必要的時候 譬如中間他下面 強積金下面一些基金 也真的出現了一些問題的話 由於那些他有部分都要 即是對證監會那邊的 甚至那個基金經理也有證監會的牌 他可以交回證監會 或者其他監督的機構 至於證監會和積金局主要的聯繫 就會和強積金的產品有關 他是根據 證監會強積金產品守則去做的 首先第一 他就會根據條例 審批強積金產品 以及推銷的材料 這些證監會他都會看 註冊核准和監察的投資經理 雖然他是強積金 但是強積金下面 可能有一些股票基金 債券基金 那個投資經理他都要拿九號牌 他都要和證監會去到申請牌照 監督投資顧問那些活動 調查一些違反守則的行為 如果譬如他下面那些 強積金的基金真的唯有規 證監會都會做一些執法的行動 處理一些投訴 第四個就是金融業貿易場 換句話 買金條有關證監會市 雖然正常來說 他主要是從事九九金 以及公斤的黃金條的交易 但他裡面有一個叫紫黃金計劃 這個紫黃金計劃 其實就是一個CIS 集體投資計劃 這個計劃要發明CIS 他需要受證監會的認可 還有那些廣告也要核實 所以這方面 如果是紫黃金計劃的話 都關證監會的事 公司註冊署署長 他是一大堆的 執行以下的條例 有公司條例 有手托案條例 方責案條例之類 這堆都是關公司註冊署署長的 管轄範圍內的 新潟